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终于明白王一博在镜头前不笑了 因为他笑起来超甜的 还是那种奶里奶气的可爱 终于知道为什么王一博不懂金融奶饿了 因为他在山里拍戏 信号不好 还没空追剧 出来后 又跑去了山林 你说他哪有时间在网上冲浪 说实话 放眼娱乐圈 咱们的王一博同学可谓是一匹黑马 不仅巨波的热火朝天 人还特别会躲 从一座山头跳到另一座山头 仿佛在和网络热梗玩粥迷藏 这部 魏若来 金融奶饿 小绿茶 小白花这些网络热词 他一概不知 因为山里的信号比他躲热梗的功夫还要差 连4G都成奢望 更别提5G了 他呀 正忙着在山里拍戏 哪有那么多闲功夫去追梗呢 刚从人鱼剧组的尾巴上溜下来 王一博的行程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直奔下一场挑战探索类Discovery纪录片的拍摄 这回 他又要深入山林 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你说这孩子 是不是和山里有什么不解之缘 每次看他都是山里山外 忙得不亦乐乎 真是让人笑到停不下来 他怎么这么好玩 总会跟自己卷 卷过来卷过去 对热爱的事情 那是上心又专注 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只专注自我 新粉们可能还不太了解 这位刚入粉圈的偶像 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事业狂 他一本正经起来 那认真的模样 比喜剧演员还要搞笑 自己不搞笑 干的是这自带笑感 看他跳街舞 那叫一个帅 那叫一个酷 一旦他露出那标志性的笑容 甜得就像吃了蜜一样 奶气十足 反插萌瞬间拉满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位运动少年的拼劲 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他几乎没有短板 演什么像什么 演技日益精进 哪怕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也毫无偶像包袱 近日在转程路过服务区 吃个快餐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不讲究排场 不刻意打扮 就这么随性自在地穿梭在人群中 接地气得很 王一波 你会在考古他的过程里 撇着嘴 顶着黑眼圈 挑灯夜战 越来越喜欢 越看越折磨 他是个宝藏 总会有新鲜感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山里还是在荧幕前 只要全力以赴 就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和快乐 这样的王一波 怎能不让人喜爱呢 他的故事 还在继续 而我们 也将继续关注 期待他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毕竟 这位游荡在山里的少年 这几天有点体验野人生活 我们还是静待他出山吧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